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损挂的大意 说文中写到 损 捡也 表示损这个字 本来的意思就是减少 说到这里 我们回顾一下 解挂中的解 有解除 化解 缓解的意思 整支挂就是在说明 解决困难 解除危机的方法 损挂 之所以接在解挂的后面 是因为续挂转说 缓之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损 虽然说困难已经解决了 但是还是造成了损失 举个例子 当我们跟别人发生纠纷的时候 通常会采取 法律途径来处理 等到官司打完之后 即使得到了赔偿 我们还是有 诉讼的相关费用要付 真正拿到手的钱 也就没有原来的多了 而且打官司期间 也会占用到很多 自己的时间 这些都算是一种损失 从上面的解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 损挂的损 代表的是损失 减损减少 在杂卦传 这本书里有写到 损意 胜衰之死也 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任何事物都有 物极必反的原则 同时 这也是《易经》中的 辩证思想 这样的思想 指的就是阴阳的规律 当阳气攀升到了最顶点 也就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代表着阴气开始生长 而阴气最强的时候 就是阳气开始生长的时候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它应用到这支挂 损挂 谈的是损失 说到损失 就会想到获利 损意也是一样的概念 当受益达到一定的程度 就会开始走向衰败 当受损达到了一个极限 就会开始走向强盛 我们说损意 损意在《易经》里面 有损挂 当然也有易挂 损挂跟易挂的挂 刀画都是上下三个阳摇 夹着中间三个阴摇 损挂跟易挂互为彼此的重挂 什么是重挂 重挂就是将这支挂旋转180度之后 会变成另外一支挂的意思 当立场不同的时候 挂向也会有所不同 当我们从不一样的立场来看 相对的也会比较客观 所以重挂就代表着从另外一个角度 客观的来解读 好我们再来看挂向的部分 损挂上挂为更为三 下挂为对为折 三下有折就是这支挂的挂向 大三是用水则旁边的土累积而成的 水则越深大三就越高 又因为损挂是从钛挂变化来的 当钛挂的九三分上六 位置互换了之后 就会变成了损挂 代表的意思是 损损下面的一个洋窑 争议到上面 所以损挂有损下意上的概念 所谓的损下意上 简单来说就是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易经里面把损跟易 当成是修炼德性的方法 损益是相辅相成的 损失减少是借除欲望 取除坏习惯 消极保守是断尾求生 意识增加是努力精进 提升自我 积极进取 乘胜追及 牺牲眼前短暂美好的享乐 是为了更长远的利益 损益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达到平衡 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举例来说 百姓一定要缴税给政府 这就是损下意上 但是政府有了税收才有办法建设国家 带给百姓更便利的生活 这强调的就是 损挂先损后益的意思 紧接着来看挂词的部分 损挂主要是在讲 在牺牲小我 盆存大我的过程 只要保持心中的诚信 就会很顺利 很吉祥 没有灾祸 如果还可以加上 检守正道的美好德性 那就是可以说是无往不利了 损挂这只挂 是只胸中待疾的挂 它讲求的是 先利益他人才能利己 也就是说 自己一定会先有损失 在成就他人之后 自己才能得到利益 这样的局势是很辛苦的 也特别磨练人的意志力 在这样诸事不顺的状态下 一旦做错选择 利益熏心 一定会招来更大的损失 但如果在这样的状态下 还能保有信心 保住守住原则 大方助人就能挽回局势 获得利益 各位要记住 满招损 牵收益这句话 骄傲自满是无法长久的 如果想要长久的发展 只有不断的反省自己 修正错误 估计骄傲损己利人 才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事业也才能有所成就 总结来说 损挂三则损 代表着损下意上 虽然人民有损失 但有诚信 大吉 没有过错 有德性 有利前进发展 是一只先利益他人 再利己 此乃先损后益之卦 欢迎回到禅宗说卦 今天要介绍的是笋卦 全名是三则损 这是一只在说明 你必须要先有损失 才会得到利益的卦 佛教是很相信因果循环的 他认为在这个世间 所有的事情 都有因果关系 而且福气 跟灾祸之间 也是有因缘的 有一句话叫做 塞翁司马 言之非福 这个典故是这样的 在很久之前 有一个人 名字叫做塞翁 很会养马的老人 有一天 他家里养得最好的那只马 走丢了 他的邻居听到了这个消息 就来安慰他 但是塞翁一点也不在意 还说 马不见了 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 说不定 还是一件好事 过没两天 那只马不但自己跑回来 还带了另外一只 强壮的马来 他的邻居听到了 大家都在恭喜塞翁 但是塞翁反而严肃地说 不要高兴得太早 这件事 有可能会为他带来灾难 又过了几个月 塞翁的儿子 骑着那只新来的马去打猎 结果摔下来 腿断了 大家又来安慰他 但是塞翁一点也不难过 他说 世间事 是很难表想得到的 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是灾祸 但他到底是福还是祸 这就很难说了 大家听完都一头雾水 没想到一年后 因为边境发生了战争 村庄里的年轻人 全部都被征召进军队 一半以上的人都暂时在杀场 塞翁的儿子因为断了一条腿 没有被征召 也就这样逃过了一劫 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很多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 虽然说我们无法非常确定 跟判断眼前的事情 对我们到底是好还是坏 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心 自己的想法 凡事都以平常心来面对 人生遭遇谁都说不准 千万不要因为遭遇到不幸 你就消极悲欢的过日子 也不要因为意外得到的福气 就高兴到不知天然地北 以免乐极生悲 一经遥挂论命理 掌中屈指之玄机 一遥一挂问世理 学得一经行万理 我有八万四千法门 来对治众生的烦恼 就好像一只挂 可以有非常多的面向 来解释众生的问题 在解释后天八挂的挂象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天干 地支 五行 以及六亲 请看图卡的介绍 天干与地支 十天干为 甲乙丙丁物己根心人葵 十二地支为 子丑银卯 臣四五味生由虚害 五行起源于 金木水火土 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五种 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所构成 五行相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六亲生克土 一挂有六摇 分排六亲 六亲分别为 我 父母 兄弟 七才 官鬼 子孙 具体分辨方法 生我者父母 我生者子孙 克我者官鬼 我克者七才 彼合者兄弟 我的五行属性即为主挂挂工的五行属性 总体相生相克顺序为 父母生兄弟 兄弟生子孙 子孙生七才 七才生官鬼 官鬼生父母 父母克子孙 兄弟克七才 子孙克官鬼 七才克父母 官鬼克兄弟 接下来我们从几个大家比较常见到的问题 来解释占卜到三则损 是好还是坏 首先我们来看求财或投资的部分 在投资或求财方面 用神看七才 是要做兄弟 兄弟是劫财之神 克用神七才 代表投资跟求财都是不理想的 不管是开店投资 或是求财都是偏向亏损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你现在正在等一班公车 站牌没有进站的时间通知 但是因为这个路线 你搭过很多次 你预计公车在十分钟之内 就会到站 结果今天状况不同 过了十五分钟 公车还是没有出现 那么你会继续等下去吗 大多数的人都会等的 就这样又过了三十分钟 公车还是没有来 请问你还会打算继续等吗 举这个例子就跟做投资一样 要不要设停损点 何时设停损点是最佳的时机 这一点都关系着投资人的智慧 不要钱还没赚到就亏钱了 那就不行了 接下来看占卜到笋卦 在婚姻和感情方面的解释 我们先来看男性的部分 用神看七才 四摇做兄弟 五行是丑土 兄弟在感情上是主阁之神 六摇中七才五行止水 四摇兄弟克用神七才 丑土克止水 如果是未婚的男性 这是不理想的 代表目前婚姻难成 而且出现的对象会互看不顺眼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男性 表示说有出现客期的卦象 而且最终婚姻会以离婚收场 再来是女性的部分 女性用神看关鬼 四摇做兄弟 用神关鬼克四摇 如果是未婚的女性 代表你的良缘还没有出现 如果你现在有喜欢的对象 建议你再多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人 有可能并不喜欢你 很多单身男女 常常会感叹 良缘难寻 其实这大多是因为 还放不下对过去的感情包袱 或者要求太高 往往忽略到一件事情 早半要找对的人 而不是找最好的人 所以未婚女生 沾到这只卦 要注意一下对方是不是适合你的人 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女生 卦象代表 你在家里常常被你的先生欺负 这包括精神和肢体的冲突 在婚姻中 你的先生已经不是你可以依靠的人了 而且夫妻的情分已经转为薄 离婚的可能性很大 婚姻比起爱情 走到后来更像是一场合作关系 有了合作就存在资源分配 和关系中的平等的问题 婚姻中 有时你飞得快了 就会不小心把对方甩掉了 有时候你飞得慢了 反而会一不小心被对方给甩掉了 如果夫妻之间变了掉 不一定是谁变了新 有时候是一方飞得太快 对方跟不上步伐 结果离婚是必然的 夫妻间的高度存在太大差异时 这种关系是不可调和的 接着如果是问身体健康方面 沾到笋挂 用神看关轨是要做兄弟 挂中关轨两线代表 目前的病因不是只有一种 如果要求医的话 建议你往西边的方向去寻找医生 对你的病症是比较有帮助的 再来是学业跟考试的部分 用神看父母 是要做兄弟 因为是要做兄弟 有用神父母来生 这代表虽然你的学业成绩还可以 但是也没达到顶尖的好 进步的空间还是有的 有一位小学的老师 在班上自己设了一个进步奖学金 得奖者不一定要是名列前茅的几位学生 而是在学业或品德方面 持续追求自我进步的孩子 都可以得到这份荣耀 这也让孩子知道分数 是进步的唯一选项 人生的学习过程 品德的追求大于分数的提高 奖励优秀人才这很重要 但不是只有第一名才值得鼓励 人生没有满分 才能有进步的空间 给进步的孩子鼓励 将来他会有更多成长的空间 这才是奖励的目的 接下来看笋挂在工作上 用神看的是关鬼 是要做兄弟 代表你目前的工作待遇不好 而且让你的压力很大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工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防止职业伤害 根据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的统计资料 历年来重大的职业灾害 最严重的营造业 一直占各行业之冠 造成高灾害严重率 主要的因素就是坠落灾害 坠落都发生在高处使得作业 这造成对劳工伤害的严重性 是最大的 所以任何危险性高的工作 在作业时都必须比平常的工作 保持更高的警觉性 同时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千万不要偷懒 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以为自己没有那么倒霉 意外总是发生在一瞬间 让人措手不及 最后来看这支卦在官司上的解释 损卦是要做兄弟 代表官司不利于你 不建议你跟对方应拼到底 这样对你没有好处 只会延长劳民伤财的时间 打官司既劳民又伤财 孔子把心颂当作是行政绩效的指标 他说听诵无由人也 必也使无诵乎 谈到官司 真的是人人都害怕 人类花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说话 却得花一辈子的时间 去学习如何不说话 老人家常说 祸从口出 守好自己的嘴巴 烦恼就会减少一半 只棒无便也 人家毁谤你说话激你 最好对付他的办法 就是不要回应 好比说狗对你叫 难道你也要对着他叫吗 让人听见了 还不知道谁是狗呢 以上就是三者笋这只卦 为大家做个解释 希望对你会有帮助 各位好 欢迎收看《医疗之美》 为您介绍阿华师傅 各位家人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咯 是 师傅 如果说我今天买了一尊 义雕回家 您觉得会放置在哪一个点 会比较好 一般来讲 如果现在的 买回去的类艺术品的话 可能可以通常都会放到 那个玄关的地方 玄关的地方 就一进门我就看得到了 这个艺术品 因为就是说买个艺术品回去 就是我很喜欢他 是是 一回家看到他 我们就有欢喜感 看到他 一看回来 你不然看买哪个艺术品都一样 就是你有喜欢他 你才会把他买回去 回去当时我能够实际上看见他 看见他能够看到笑容 或者他有特殊的一个艺术 他如果是一个含义在那边 那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 家里面最鲜艳的那个地方 对 只要你喜欢 感觉说那个地方 你放置的地方是你很高兴 看得都很欢喜 那就是你喜欢的地方 所以那就是你最适合 放置这个类艺术品的地方 那这个位置需要考虑到说 他是不是有通风 是不是会被太阳晒到 或者是湿度的问题要不要考虑 一般来讲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最好就是不要让太阳直射 那台湾的湿度一般来讲 都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所以说在一般的 我们台湾的木雕艺术品 还是很容易去保存 只要刚才我讲的 就是不要太阔耳直射 那如果是在密密的空间的话 那我们可能常常会到博物馆 那你有看到吗 你看博物馆的艺术品 旁边都是小杯的水 我们也可以在 就是一般的空调的空间 你旁边一个杯隐秘的地方 放一杯水 保湿的作用 对 这都OK的 那如果说像一般我们家里 几乎现在都有除湿机了 它需要开吗 比如说潮湿 下了几天的雨之后 太过于潮湿 还是OK的 这需要的 不需要 它一般若是比较大件的 木雕艺术品的话 它可以多到比较多几件的话 它会调节我们家里的一个湿度 对 会调节家里的湿度 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对 它需要保湿 但是又不能太湿 在我们台湾的湿度来讲 太湿的距离比较短暂 比较短 比较短暂 所以那个湿度对一般的木材 它的干湿的调节 是影响不是很大 影响不会很大 那如果说有一天 我那个 我的木雕 不小心被小孩子 比如说水溅到了什么 那你说不能够到外面去直射太阳吗 那我要怎么 就把它擦干就好了 对 你只要稍微就是拿湿布 湿布把它那个垫到水 把它擦干就OK了 就OK了 你不需要说很刻意的 说要吹风机吹干 对啊 不用不用 因为太沉 会怕他不知道会 会吃力 对啊 还是说水溝那种类似的 不会啦 一般的 对 不会一般的我们的这个 列艺术的雕 在我们台湾雕刻 的木材来讲 干燥度大木都够 都够 所以我们一般 如果是放在家里 就是选一个 自己最喜欢的地方 最适合它的地方 对 然后要注意 不要让太阳直接的照射 如果不小心弄湿了 就是把它擦干就好了 湿布擦干就可以了 那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方式 对 这个是在它的 放置的问题上面 对 下次再来教我们 如何保养木雕的衣品 好 好 谢谢 谢谢您收看 异雕之美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